三天一个轮回,并且每一次来上课的孩子都穿着同一条马裤。 这位孩子的母亲尽他最大的努力让他的孩子去接受教育。 结果怎么样呢? 三个孩子中的一位成了南方大学的著名教授,一位成了外科医生,一位成了一名牧师。 这样的结果对于那些只值浪费生命的家伙来说,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教训和启示。 要想成功,不要总是感慨没有机会,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利用时间把握机会。 沈姆丘纳德是格拉斯哥的一名苏格兰男孩。 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切削和构造的本领。 凭借他那聪明的头脑和一把普通的折刀,他曾摆弄出很多稀奇的玩意儿。 然而,这些东西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名利, 直到伯恩斯和麦基公司了解到他,并对他的发明产生了兴趣, 希望开发他的设备以用来传递国外邮件。 英国的邱纳德航运公司所开发出的第一艘汽艇就是他制造的产品。 很快,这一样式就被众多公司所采用和模仿, 成为当今豪华轮船的标准模板。 第三章,等待机会的男孩,第八节。 科尼利尔斯·范德比尔特是美国著名的金融家,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校学习的状况。 刚入学时,新圣经书和拼读课本就是他的全部教材, 就用这些他学会了基本的读、写和运算知识。 他曾梦想买一艘小艇,做一番自己想做的事业, 但是一直苦于没有钱。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先放下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, 安心做事,他的母亲向他许诺, 在自己的耕地中,大约有一块十英亩的杂乱荒地。 如果他能够潜心地耕种,细致地运作, 并且能在他27岁生日之前将其完成的话, 他可以给他想要的钱。 经过一番辛勤的劳作,在约定的日期到来之前, 他出色地完成了那块田地的耕作, 就在他27岁生日那天, 他买到了那艘梦寐以求的小艇。 但不幸的是,在回家的路上, 在经过潜水湾时, 小艇撞到一艘多年前的沉船之后,沉没了。 科尼利尔斯·范德比尔特可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, 就在沉船之后,他没有沉沦, 而是继续着他的创业。 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, 就为自己攒了三千美元的资金。 为了赚钱,他常常工作到深夜。 没有多久,他就成立了海港内, 当时拥有最大载客量的船务公司。 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, 他接下政府的合同, 负责为政府向城市周边的军事绍港运送粮食以及日常物资。 不难想象, 这样的合同将会为他带来的是巨大的收益。 然而,他并不满足于现状, 已久不知疲倦的日夜劳作。 晚上为政府执行合同, 运送物资, 白天在纽约和布鲁克林区之间穿梭, 做他的渡船载客生意。 他在白天赚取的收益全部用来孝敬父母, 晚上赚下的钱他也只留下一半。 即使是这样, 他的个人资产在35岁之时就已经达到了三万美元。 当他去世之时, 留给他13个孩子的是一份美国最大的财富。 阿尔顿勋爵完全可以为自己找借口辩护, 因为那时他的家庭贫穷到尚不起学, 甚至连书都买不起。 然而, 他没有利用任何借口让自己轻言放弃。 他咬紧牙关, 凭借个人的勇气和信心, 终于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 每天清晨四点起床, 然后就开始了他的抄书工作。 当然, 这些书都是他想方设法借来的, 其中包括利多尔顿笑话片。 他真的是太想学习了, 可他这样长时间大量地学习, 常常令他的大脑不听使唤。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, 用一条湿毛巾缠在额头上, 这样能使他长时间地保持清醒, 多一些时间来学习。 他第一年的奋斗只赚到了九个县令, 但他没有丝毫地放弃。 在他离开律师事务所时, 一名送行的律师拍着他的金棒说, 年轻人, 你的前途大有可为, 好好干。 也就是他不仅成为英国著名的大法官, 同时, 还是当时最了不起的律师之一。 法国慈善家史蒂芬·吉拉德也是白手起家, 他十岁时离开法国的家, 作为一名船上的侍者偶然来到美国。 他不仅要在那里定居下来, 而且还在美国施展他的雄心壮志, 取得巨大的成功。 在后人和同行的眼中, 他就相当于美国的麦达斯。 这样的评价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所拥有的巨额财富, 更多的是他那非凡的能力。 在美国, 无论是多么艰难, 多么令人厌恶的工作, 只要他有收益, 能赚钱, 他就会去做。 史蒂芬·吉拉德已是费城赫赫有名的富商, 也许你所关注的是他有额的财产, 其实最让人钦佩和值得人们注意的, 是他拥有的那份热心公义的精神。 国家需要他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, 陌生人得了致命的黄热病, 没钱医治, 他慷慨济囊。 我们要学的是他那不怕苦, 不怕难的创业精神, 以及他的这份功德心。 约翰·沃纳梅克每天步行四公里去费城上班, 他打工的地点是在一家书店, 每周只有1.25美元的工资, 这之后他又在一家服装店打工, 每周的工资提升到1.5美元。 他的事业就是从此而起, 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的, 最后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生活产品经销商。 1989年总统哈利森任命他为邮政署署长, 在他的这一任命上, 他的个人行政才能可见一斑。 爱德莫尼亚·刘易斯是一个上进的女孩, 对他来说肤色不是问题, 性别不是障碍,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碍他成为一名成绩斐然的雕刻家。 弗雷德·道格拉斯人生起步时真的是一无所有, 就连他自己的身体都由别人来支配。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, 他的父亲为了偿还债务将他抵押给了债务人, 不难想象他的起步是多么的艰难。 可以说这位白人小伙举步维艰, 可就是他的个人经历竟然为众多的后来者所借鉴和学习, 因为他的梦想是成为美国总统。 他和母亲的相聚不过两三次, 而且都是在夜里, 他的母亲要步行十二里来看他, 相见不过短短的一个小时, 他就要在黎明之前赶回去。 那时他是没有机会学习的, 一是没有人教, 二是他作为农奴, 在繁重的劳作之下是不允许他去学习的。 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, 他也没有放弃。 他趁着农场主不注意, 偷偷地在一些碎纸线和历书上找到了字母表, 在掌握了字母和初步的入门知识之后, 他为前进的道路扫清了最大的障碍。 他的行为让身边的同龄人相形见出。 二十一岁时, 他逃脱了农奴苦役, 只身来到北方, 先是在纽约和新贝德福特港口之间当搬运工, 这以后不久, 他的机会来了。 在南塔基德岛上举办的一次反农奴的大会上, 他拿生动出色的演讲征服了在场的观众。 就在这一天, 他入选了马萨驻塞反农奴委员会, 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的演讲, 包括到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演讲, 为的是争取更多的人加入反农奴的队伍。 除了一些精神上的支持, 还有经济上的援助,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几位英国人捐赠了750美元, 也就是用这些钱他为自己买到了自由。 他先是在纽约的罗切斯特主编了一份报纸, 之后还曾指导华盛顿的新时代周刊。 除了出版, 他还连续多年就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领导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